新闻头条我们来看到 为了让更生人出狱后可以顺利找到工作 重新回到社会中 高雄第二监狱与市府劳工局合作 办理更生受保护人就业博览会 邀请13家企业厂商提供包含电焊 餐饮以及搬家等205个工作机会 另外更有钢铁工业公司 与监方合作办理电焊继训班 让更生人在狱中就培养工作专长 方便日后出狱就业 经过统计发现 更生人出狱后如果求职不顺 很容易走回头路再次犯案 为了将这样的情况降低 并给更生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老雄第二监狱与劳工局共同办理 更生受保护人就业博览会 社滩的厂商对未来雇佣更生人工作 很有信心 对啦 我也希望说 我们的金属工业的人是太少了 希望借有这个机会 让他们好动的人也比较有这个事情做 所以我鼓励这样子 而这次在高雄第二监狱举办的就业博览会 共邀集了13家企业主商 提供包含电鍍 餐饮 园艺 搬家 以及生命礼仪等205个工作机会 另外更有钢铁工业公司 与监方筹办电焊继续班 灵聘 钢铁 专业技师 路阶交易更生人 技职厂 那今天很多企业厂商都愿意来帮我们 那帮我们的受刑人找到他可以找到的一条路 这是我们最感谢的部分 这还是要感谢第二监狱给我们高雄市政委有这个机会 也特别感谢白董 当时跟监狱在讨论说 台湾很欠缺电焊的技术人才 那第二监狱这边马上就跟我们讲说 他愿意训练这些的更生人 让他们有这个机会 参与这场就业博览会的241位 有某职人力以及某职意愿的更生人 对于能够参加就业博览会都感到很感动 也表示会珍惜得来不易的工作 未来好好努力 港区市有皇子天潘志光采访报道